全新观点 全球首选 欢迎收看地球那一端 您好 我是钟继荣 国内的新冠疫情进入一个新的难关 而在国际间印度则是最新的疫情重灾区 我们来看到印度的确诊和死亡人数 几乎是以大家难以想象的数字急速攀升 世界卫生组织10号更发布最新警示 把印度变种病毒从原本的受关注 升级为令人担忧的变异株 专家更直言 在印度现在的状况就是 只要一个人染疫 全家都会确诊 新冠病毒不断变异 印度是新一波重灾区 世卫组织10号将印度变种病毒株 从原本受关注的变异株 升级为令人担忧的变异株 世卫专家更直说 现在几乎是一个人染疫 整个家庭似乎都得到了惨况 初步研究显示 印度变异株的传染性更强 免疫系统可能无法对该变异株产生足够抵抗力 不过目前还无法证实 印度变异株是否会影响疫苗效力 尼泊尔医疗体系兵临崩溃 首都加德满都等地的医疗院所都受到缺氧冲击 包括氧气瓶和氧气都不足 无法接收更多病人 卫生官员10号甚至呼吁圣母峰登山客 不要把空的氧气瓶丢在山上 要记得带下山 希望借此解决氧气瓶短缺问题 在顶峰设置隔离线的目的是禁止两端登山者有接触 同时抗疫也出现新疗法 芝加哥大学研究人员发明一种奈米陷阱疗法 旁边的奈米陷阱会放出仿人类细胞的特征 引诱病毒 同时呼叫免疫细胞过来吞噬 进而消灭新冠 正是透过鼻内喷雾器 直接对呼吸系统治疗 目前针对小鼠进行实验 如果未来证实有效 可以最快最直接对抗新冠 记者叶列伟综合报道